算选战剩下一天,不过民众的需求以及服务仍是徐子方议员所坚持的 24号下午特地来到华联市主权社区进行社区安全监视器设置会刊 服务永远百第一,徐子方不只是相亲的麦克风,更是社区安全的守护者 科技化的城市安全尤其重要 主权社区居民向县议员徐子方呈勤 社区监视系统在102年建置至今,系统过于老旧,需要态换 24号下午县府交通科以及花莲分局协同之下进行实地的会刊 这一支,现在这支就是这个画面 附近经常遭到小偷 而且每次都要吊这支监视器来看,都是晚上都看不上 所以我才建议说看可不可以帮我们装一下 两边这样子看,晚上看得起来会比较清楚 徐子方议员表示,社区安全以及民众的需求服务 是他的第一要务 虽然选战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 不过民众的陈情还是必须排出时间进行了解 因为在这边呢,其实因为监视器比较老旧 然后是在102年设置的 所以在早上还可以 但是晚上的话,其实这个影像是模糊的 那为了社区的安全 当然刻不容缓,一定要赶快来会刊 虽然是在选战这么激烈的期间 所以职方今天特别来会刊这个地方 那有两处四肢的监视器的态患 这个也是保障我们社区民众的财产安全 还有各方面环境的安全 因为设备的更新 攸关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花莲市主权社区在102年 即设立了两处四肢道路监视系统 由于设备过于老旧 夜晚就形成了治安上的隐忧 会刊之后,决议将进行 四肢道路监视系统的更新 以提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